澳洲加入外交杯葛北京冬奧 是美国之后第二个因为新疆人权议题 不派政府官员出席明年2月冬奥的西方大国 总理莫里森说新疆人权状况 只是澳洲和中国在多项议题上其中一个分歧 知道中国关注澳洲强硬规管外国投资的 外国干预法和外国关系法 多次提出想沟通 但是对方中断渠道 澳洲也不同意北京多番批评澳洲加强国防 尤其针对澳洲近日决定和美国合作建造核潜艇的计划 莫里森说面对印太地区不稳 会强硬表态不会让步 不过莫里森说仍然希望政治和体育分开 运动员会照参赛 澳洲澳委会预计东奥代表团有近40个运动员 中方表示中国和澳洲关系陷入困境 责任完全在于澳洲 澳洲不派官员出席北京东奥 同他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背道而辞 又说澳洲在北京东奥成不成功 不取决于政客的政治造租 澳洲以外 立陶宛和美国早前已先后宣布 不会派官方或外交代表 出席北京东奥和东残奥 中方表明会坚决反制 有线电视记者 录制情报道